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 快走 捞出跟着 快点 快走 快走 快点 快点 外边怎么了 是不是谁又得罪皇上了 快点快点 可能是啊 走 怎么这么多人 可不是 小二 怎么回事 都是些读书人 写字他写出毛病来了 哦 这么回事 大哥 我谈国事 咱们俩不读书不写字 抖大的字不识一声 咱们怕什么 想犯那个罪还犯不上 那是 小二 倒酒 这种事 刚才是你们在说话吗 说那个哀仔的主是写诗文犯的事 对 我们俩不读书不写字 当个好良民 犯不了那事 叫什么名字 我叫徐首发 他叫沈承卓 沈承卓 就来了 好好好 那怎么回事 那呢 那写什么 清汤鱼 快摘下来 快摘下来 倒酒 喝酒 喝酒 喝 回来 你们刚才说 你们叫什么来 我叫徐首发 我叫沈承卓 把你们俩名字写下来 我们写不好 写不好 让帐篷先生写 好好好 好好好 是这么写吗 对 好好好 真是一不留神 差点让你们两个奸人溜走了 拿下 是 是 我们什么也没做 我们什么也没做 好 这两个名字还不够吗 这俩名字怎么了 徐首发 沈承卓 是吗 是啊 首发乃头发也 沈承卓 卓卓青山 乃山顶光秃秃的 你儿的名字合在一起 就是头发光秃秃的了 你们这是诋毁我盛朝剃发之日 这是 二位的用心真是良苦 大人 这从哪说起 这名字是爹妈给起的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可二位一起招摇过世 也是爹妈教你们的吗 不 首发成拙 这难道是巧合 若不是别有用心 又做和解 带走 带走 走 走 叫什么叫 走 我的妈呀 这女河马该没事吧 没事 莫开口 快干活去 走 这儿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啊 进来 走 快点儿 为何停下 老爷 前头就是被发往新疆一利的犯人 快快带走 快走 走 快点儿 走 快走 走 快 巧达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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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儿 快点儿 先把 跑座 走 爹 您还得实施指教他 上回经您指点 他的步子顺眼多了 不 差点远 还要练 那是 你得把那要紧的节骨眼上的绝招都传给他 爹 您还有什么信不过的 女婿可顶半个儿 胡说 什么半个儿是整个一个儿 还是小的会说话 今儿个 我就兜底的告诉你 贤许 你要想 事事顺路路通 遇事不难 你一定要记住一句话 快说 知之为不知 不知为不知 老台山错了 是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事之也 先许 咱们两个是谁错了 是你错了 还是我错了 爹 孔老夫子可是说 把圣仙的话都搬出来了 那你就照圣仙的话做吧 那你就挺好吧 古往今来 造杀神之祸的哪一个不是按圣仙的话去做的 有点 我有些明白了 这就叫追兆密典 你呀 什么都明白 可是你呀 什么都别说明白 你什么都清楚 可是你什么都不太清楚 老太山 老太山 那我小句我该说什么话 该说什么 就说谁也听不懂的话 要么你什么都别说 这下我可全明白了 你什么都不明白 来 我敬老太山一杯 多谢老太山指教 干杯 来 倒酒 不 夫人珍酒 珍上 好好 我来 爹 您瞧瞧你女婿 请您一点拨呀 他倒是显出威风 马上 酒状送人的 老太山 您跟她骂我 什么酒状送人的 男人就应该厉害一点 我在家的时候 你的丈母娘就是不让我喝酒 动不动就抢我的酒壶 一点面子都不给 来 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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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男人就不能怕老婆 不能怕老婆 我在朝上不能说话 你回家又不能喝酒 这过的什么日子 是 这过的什么日子 来 倒酒 叶翠不要紧 去把旁边叫来端菜去 老婆 过来 真上 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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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 还有我爸的 满 满上 满上 让你出口气 你倒是喘上了 踩我几眼了 谁去那不行了 喝多了 快 快来 快来 老爷子到床上去 老爷子 快喝 老爷子 快喝 快喝 老爷子 您躺炕上慢慢的喝 待会我也躺炕上 躺炕上 躺炕上 不给你喝 对 躺炕上 糖看上来慢慢喝 喝喝喝 老爷慢点 喝喝 老爷子大伙给你对着喝 烟醉美红 你们先出去 我跟夫人说话 去吧 不许再喝了 再喝就糊涂了 那是我考考你 是我糊涂还是你糊涂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公雀今夕是何年 嗯 我让你解释那前两句是什么意思 我要是解对了 你就别再喝了 跟我回去歇着去 那要是解错了呢 咳 呸 醉了还不老实 那好好说好了 明月几时有 八九问青天 说 嗨 这谁不明白 举起酒杯问青天 这么圆的月亮 什么时候会再有啊 错了 错了不是 怎么错了 你倒说说 应该这么解释 朱明王朝啊 你就像天上的明月 什么时候才能回到人家 哎呀 老爷 你可真是喝醉了 这么不说八道 可是要犯杀头之罪的 来 我要喝酒 走走走 这事是这么解的吗 一首千古绝唱的好诗 竟被你解成反诗了 那儿今现在朝廷就是这么解释的呀 今儿个被推到菜市口砍头的那十几个袖子 就是写诗作文出的事 那这这书该怎么解释的 哎 老爷 那苏东坡可是宋代人 宋代人不可能写反清朝的诗啊 那你念这首诗的动机 心地 情绪是什么样的 说 那你为什么要饮这首诗 你追问我干嘛 是你念的呀 哎 老爷 床前明月光仪式地上霜 那也不能念了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这简直是高呼反清不明的口号了嘛 斩不设 哎呦 走 走吧 跟我喝酒去 你坐好 咱俩喝酒 我跟你满上 哎 老爷 那月亮 就不能说明月了 哎呦 我说你那个糊涂娘们儿 你干嘛非得给名字过不去啊 你就不能不说明文 你竟不能说 不能说是圆月 哎呀 哎 哎呀 哎呀 千雪 你把老五这绝招啊 全学会了 要么 要么你就什么也不说 对 对 又是这个意思 都又睡了 来 喝酒 哎 买上 给你买上 这是我的杯子 好啊 我再喝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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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大人所做不须多看 一定句句在理 句句实实 你还是看一看 不敢 看看 写得好 刘大人 你们山东的大葱能有这么长吗 你看你这写着 这几句 哦 这么长 刘大人不会说话了 哑巴了 这怎么回事 上朝 好 上朝了 老王大人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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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此语中计讽 圣朝圣智者隐晦其词 寝入灵贵者 已经查出严惩不淡 颁布此语 可于寻月之内出血旷证 使九州四海至闻五皇圣训 如是 我圣朝圣日 必若天地长存 与日月同归 与日月同归 臣请圣上诏准 皇上 是才汪大人所奏 也正是奴才之所想 望皇上准奏 朕准了 照此通释全国 皇上英明 万岁万岁万万岁 各位还有什么说的吗 刘庸 今儿个怎么不见你奏本呢 刘庸 刘庸 你怎么不说话呀 诶 这是怎么了 皇上 太哑巴了 不会说话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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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滚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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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是 是 是 嗯 皇上 皇上 自从圣旨下达之后 全国上下周到府县 一片安宁 再无逆言也无逆语了 朕道安静 是 尤其那个刘罗光 本也不揍了 话也不敢说 他成哑巴了 微言之下 他惧怕 这原以为他是个宁舍不完的大丈夫 不过如此 是 是 皇上 跟他那个老丈人六王爷学的 没错 皇上 听说刘悠还是个剧内的主 每天晚上给他老婆端洗脚水 有这种事 不过能够为美人洗脚也是一大宴福 是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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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每次朕稍有清闲 他就来了 皇上 实在是十万火急 臣不得不打扰皇上 又是十万火急 什么事说 皇上, 您看這四庫全書被塗抹的一片漆黑 沒有寄出文字了 這是誰塗抹的? 劉庸 走 嗯 这 刘勇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说 怎么回事 如此下去 我的四库全书还能剩几行字 还能剩几行字 怎么回事 留用此举事别有用心 人家都不说话了 你非逼着朕把他的脑袋搁下来不扯 臣没有那个意思 臣是说他为什么把四库全书一本本全给抹黑了呢 皇上 奴才也听说城里人都不说话 全呈哑巴了 招牌上字号上的字也都没了 有这种事 我看必有联系 必有内幕 必有阴谋 此事要仔细地查访才是啊 我们先看大家的试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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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回事 灰皇上 都贴上了 怕哪个字深究起来有什么忌讳 这也好 五颜六色挺好看的 当铺 这都分不开了吗 不 看幌子 看幌子就清楚了 你瞧见没有 这也没声 这也没字 咱抓谁去 快都安静了 这人怎么不说话 不说话好 省得给您惹事了 听说这股风山东河南一带都刮变了 很快就要过黄河 越长江了 人们都不说话也不写字了 那西元的唱曲怎么办 光笔或者不出声 这奴才都没想过 那上学读书怎么办 光笔或者不读出声来 这香卖吗 你说句话 说话 说话 说 干什么 别别别别别 不不不 我们还有事 忙着 不不不不 明儿 干什么 你 你刚才说什么了 我 明儿 明儿 明儿怎么了 拿下 干什么 只要你张嘴说话 就没个跑 你 你们好胆子你 大白天敢乱抓人 把他放了 站住 妄碍公务一律同罪 你敢 岂有此理 拿走 身为朝亲命官大白天抓人 我要 这可是皇上的圣誉 看清楚了 那你得说清楚 我到底犯了哪一条 是啊 他犯了哪一条 你明白 他刚才说明儿 你们都听见了 明儿是什么 明是韦珠王朝的旧国后 他以明朝的孝子贤孙自居 如此那贼不抓还抓何人 你 带走 走 你们走 你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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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吧 走吧 快 万岁爷 走吧 走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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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把咱家老爷打成这 哎 真是 这还多亏了救的人去得早呢 是吗 皇上爷呀不吃也天亏 不然呀 一样抓着呀照打 哎呀 哎呀 老爷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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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 这边 往这边 开门 老爷 慢一点 老爷 老爷 来点 快点 把老爷扶过来 快点 老爷 快躺下 老爷 老爷 这是怎么说的 比老爷打成这样 是啊 还有人敢打老爷 天底下还有没有王法了 就是没有 老爷 你看把老爷打的 不知道还能不能说话了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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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醒醒 老爷醒醒 老爷 老爷 老爷醒醒了 老爷 老爷 没事 别怕老爷 老爷别怕 这是家 怎么给打成这个样了 这成什么了 不是就说了个名吗 说的是 老爷 你快点 老爷 快点 老爷 快点 你这是拿水了 拿水了 拿水了 快点 老爷 手机 喝点水 老爷 你喝水 都给我说话 说话 现在老百姓不说话了 你们也不说话了 文章点击的字都涂抹光了 商行店铺的字也盖住了 那我中华 岂不成了禁忌之国了 朕之所以要大张文王 目的是为了要敬而化之 可不是为了敬个哑口无言 不是 这可不是朕的初衷 不是 不是 你们都说话 给我说话 皇上 我看不说话就是以沉默对抗 其实皇上的意思是要消除狂邪 而非让人不说不邪 只要用心端直 就可大邪特邪 大说特说 像臣一样 无论书文言谈 均为因盛举而感到不方便 因为臣心怀坦荡 纯净如水 这么说 我的大清 现在就剩下你的一位忠臣了 臣不敢狂妄 臣确实是对皇上忠心耿耿 你混蛋 朕我现在不想听你说话 我想听别人说话 要不然我的大清就完了 滚下去 是 六王 你是辅国重臣 你来告诉朕 怎样才能使百官说话 使百姓不再作哑装聋 皇上要知道我练的这是什么功啊 我练的这是武当山第六代团主 无稽道人的云守功 不是 皇上问您 我练的这是一套还有一套 皇上要学呀 改名我交给皇上 算了 算了 皇上您怎么不学 霸王 那 你说说 皇上您怎么说 我就怎么说 闭嘴 九王 你说呢 我看你还是自己拿个主意吧 你废物 皇上 您今儿想练呢 您要是今儿想练呢 那我 我 还想练呢 皇上 今儿又不想练了 朕倒用着你们的时候了 你们倒都不说话了 那我养你们有什么用 难道都是一帮酒囊饭带吗 你 真是让你 好 你还在给我装聋作哑 是不是 是 好 朕不问你们 朕我谁都不问 退朝 退朝 刘勇 臣在 刘勇 你到底是说话 你不再装了 朕就是要听你说话 刘爱卿 你说什么都可以 只要说话就好 现在 曼朝文武都不说话 百姓们都装聋作哑 这样下去如何了的 给朕出个厨艺 朕不敢说 朕恕你无罪 臣有一本奏上 这就对了 护上 护上 承出来 乘 臣参奏内阁大学士 王仲值 王仲值身为内阁大学士广涉本王 坑害百姓七上万下 其所作所为 乃绝我恐梦之道 回我中华文明 坑害百官与我百姓 致使全国上下 无人敢说 无人敢写 此乃亡国之举 其罪魁祸首 就是天下第一义臣贼子 王仲旨 皇上留用他一派胡言居心不良 你敢往出口 廖爱卿 说 皇上 要想让大家开口说话 广收民心 则必须拿汪仲旨识闻 并昭示全国 且汪仲旨自己狂辈之言颇多 他前日有份奏折 怎么 上有若天地常在与日月同辉一句 有 有 有这词 日月为明 明不就是说诸明王朝与日月同辉 与天地一般长久吗 是啊 皇上 臣绝无死一 王大人 清风不识字都可以做这样的解释 与日月同辉就不能了吗 王仲旨 按你的说法 这句话该怎么解释 皇上 臣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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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上 王仲旨一直说他该死 看来他是死而无憾了 说来说去 这最坏的人是你呀 推出五门斩首 五皇圣名啊 把臣推出去 快点 走 皇上 我冤 我不是那意思 我冤啊 皇上 我都是为了你 我是为了大清朝 皇上 生命啊 皇上 生命啊 皇上 平身 谢皇上 这下好了 大家都敢说话了 是不是 刘爱卿 平身呢 谢皇上 太清了 太清了 看起来 这不说话 也够吓人的了 说多了也吓人 不怕 你尽管说 臣不敢说 你说 皇上 您往宝座上看 您再往上看 先皇首书正大光明 皇上 按照汪仲直的解闻示意法 您天天坐在这儿 原来是为了光复诸明王朝 行了 咱不再说这事了 行吗 以后 谁也别再提这件事了 不招 说来说去 差点把阵眼绕进去 是 这个王仲直 真是该杀 该杀 嗯 嗯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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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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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沈 刘勇他 真的把朕的金尸 给收了吗 灰皇上 他不仅收了 而且答应巨剑堂包粮 哼 他用了朕的心爱之物 倒也心安理得呀 朕倒要去看看 皇上驾到不许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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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 更得了 慢点 呵 小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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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呀 不就靠了这一首字 蔡巴夫人我骗到手呗 哈哈 还有围棋呢 还有围棋呢 上上驾到 留庸接驾 上下了 草民不知圣上驾到 未能远迎望皇上恕罪 您二人平身吧 谢皇上 请 刘爱卿的字写得是越来越好了 皇上 您来看看 刘大人桌子上这个证纸 那才叫漂亮呢 这阵子 精巧玲珑 真让人爱不释手啊 皇上圣明 宫中多有珍奇 这小小的镇纸皇上怎么能看得上呢 可臣日日习字 却是离他不了啊 这样精巧的镇纸 怕是宫内也没有了 爱情在哪儿寻觅到的 这乃是故人的传物 哦 哎 刘勇啊 朕看你门厅若是 送礼之人是冲街色巷 不会是近几日 有人给你送来的吧 皇上 臣不敢受惠勋思 贪赃枉法 臣正准备写一参合奏本 将门外行贿钻经之徒 罗列齐上 经查之后 同举策 成交预览 好啊 你速将举策奏来 朕等着看 遵旨 回宫了 喳 起驾回宫 送皇上 皇上 走了 是走了 哎 你说皇上突如其来 到一个四品官 得家里来干什么呀 我问你呢 反正和珅配着来 没安好心 嘿嘿 嘿嘿 该不是来看你的吧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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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 你还真恰啊 哎 嘿 皇上好像看得是金诗正直 拿到手里头翻来覆去 说话都带刺呢 皇上啊 天下的好东西他都想要 皇上要是喜欢了 恐怕就得供上 皇上 我看 你割爱算了 不行 那可不行 这有什么不行的 不就是个金诗正直吗 你连人都是皇上的 何况一个玩物 妇人有所不知 我原来有两个哥哥 小时候兄弟三人 习字学画读书玩耍情同一人 我虽有残疾 却顽皮淘气 两个哥哥常护着我 不料父亲 老中堂 他愚忠胜辱 一生青莲却脾气倔强 为一件错案 侵杀了我两个哥哥 就只剩下我 后来暗清大白 皇太 与我两个哥哥无关 皇太后亲临我家 向老臣致歉 她见我备有罗锅 仍在灯下苦读习书 特赐此物 近时伴我寒闯多年 那是我哥哥的两条命啊 我就是个年纪 太太太太了 她不太太了 他都不太太了 我和老年纪 我都不不太太了 我不是老爷子 我都不太太了 我不是老爷子 我跟老爷子说 你不太太了 你不太太了 夫人请起 请 燕翠 去煮一碗冰糖燕窝 给老爷补补气 夫人 老夫人身体不适 夫人和氏过去 我好让刘安备降 告诉刘安这就备降 夫人 和珅让我推荐 大理寺推城堂宝梁 说是圣上的意思 这和珅是假传圣旨吧 这堂宝梁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你得弄清楚 省得让和珅把你绕进去 只听说 皇上让他操办永乐大典 被盗一案 说是 说是他不遵圣旨 可是没有办案 人也不知去向 夫人 您瞧 老爷子走着路 一会儿就挡上呼噜了 老爷子喝多了 快扶他进去躺着吧 黄叔 谁 他要动我了 老爷子 真是 苦命 老爷子 是 好 你 是 鸟 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谁 大胆贼人竟敢朝王爷府来行天 小子 这回你可跑不了了 我让你跑 让你跑 好小子 你欺负老爷年纪大了是吧 告诉你 老爷打了半辈子仗 功夫了的 你还在偷我东西 好 走 看头 你出来 我还怕你脏了我这床呢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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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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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呀 没有马呀 爹 您在里头盯了东龙干什么呢 爹在里头 爹在里头 钻了东龙 老鼠呢 老鼠呢 小二 你把门口跟暖道口都堵死 住屋里地方太小 你帮不上忙 我妈还以为您发酒疯呢 今儿个 你爹可过来饮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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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走 爹 老夫一点也不糊涂 我早知道你要从窗户跳出来 爹 这怎么回事 这什么人呢 爹也不知道 竟该跑到王府来偷盗 这个网子已经准备多年了 这还是第一次用上 佩服 佩服 老爷 这就是白天闯门的郎中 假扮郎中 好啊 你白天就探好的通道了 老爷 送去官府问罪吧 想把他绑上 别推 别推 别走 爹 您没事吧 我不要紧 我看此人不像寻常的盗贼 放着金银不到 跑到书房里不知道翻些什么 刚才跟我也是躲躲闪闪 并没有真正跟我交手 我说您怎么那么棒呢 喝酒喝的呗 爹 您把您女婿叫来料理此事 爹正有此意 家儿 你知道 官场凶险 这其中 必有蹊跷 我看你没轻木碎面 带书卷之气 好像是个独书 不说之人 拜王爷所勤 却坦然从容毫无惧色 必有所托 从你进门那几步 看得出带有几分官部 你绝不是什么江湖郎中 到底是何人你从事招来 免受皮肉之苦 早就听说刘庸才智过人 果然名不虚传 我非贼人 可否让家人退下 嗯 张承留安 给他松绑 你们退下 下去 讲吧 刘大人 北京市大理司推称唐宝良 你就是唐宝良 坐这儿 哦 我明白了 那你为何夜闯王府 此话我只对您讲 汉林院失火时 六王爷最早到现场 张了着救火 不久离开 大胆 六王乃皇亲国戚 顾名忠臣 你竟敢怀疑 刘大人 卑职遵旨破案 心中只有永乐大典 并无王爷 反倒现场之人 均一一探查秉公论断 如王爷犯法 与富民同罪 好 痛快 刘大人 今晚夜闯王府 可断定六王与此无关 嗯 对对 如果他心虚 知我来意 下官入网后 必被先斩杀无疑 哪还会有你我相见的机会 以我之见 唐大人的推断 稍有不足 大人辞教 皇上未编四库全书 广为搜集永乐大典 百姓们知之甚少 传言甚多 有的说 永乐大典中有藏宝图 有的说 永乐大典的每张书页 都是金字筑成 所以还需从旧火搬运的杂役中间查询 我一直只在读书人中查找 多亏大人指点 险些误了大事 唐大人兢兢兢兢兢兢 不辱军命可敬可配 大人过奖 大人不去 我今夜 我思闯王府 还请大人向王爷告罪 让老人受惊了 我该告辞了 等等 怎么 大人是否会改变初衷 继续破案 当然 我定一查到底 何惧诽谤 好 唐大人可继续为服私访 但破案之前不可回关 破案之后拿到永乐大顶 可直接面称皇上再说明原委可否 为何 因为此事关系你我前程 切记照此办理 夫人呐 贼人知事查明了 查明了 你猜那贼人是谁 谁 他就是大理事推称唐宝梁啊 就是和珅 激励推荐的那个唐宝梁 你要保健他 不正中了和珅设下的圈套 怕只有斩入圈套将计就计一条路了 不现今师报见罪人 你怕是凶多吉少啊 夫人放心 唐宝梁定会擒贼人找回永乐大帝 即使有不测 到时也会烟消云散 皇上毕竟是明君哪 半君如半虎 自古昏君明君都是这样 夫人 这次丢棺顶带得失 我不管你为官为民 罗国至己心满意足 这次丢棺顶带得失 这次丢棺顶带得失 三月后便是皇太后的寿臣了 是 室内必须将功德碑 安放在万寿寺内 同时十三经碑时要如期完成 安放在国子间 诺才遵旨 行 请 陈刘雍参见皇上 爱情平身 谢皇上 刘庸 臣在 经查大计之事办得如何了 起奏万岁 朝官考核完毕 共举一等捉役者八十一人 不合四格 安属仓和者三百二十一人 呈圣上御览 不合三百二十一人 快把举策拿来 这样 刘庸 臣在 为什么你所保举官员之第一人 是唐宝梁呢 你可知他为旨不遵 皇上 臣以为唐宝梁办事得利 为人刚指 朕命他加紧捉拿 盗走永乐大典的贼人 可他呢 皇上 臣以为唐宝梁不声张 不张榜 把城门打开 是为了让贼人松懈 误以为没事 露出马脚 好一举捉拿 刘大人 这贼人不抓不搜如何捉拿 何大人 过境的盘查搜索会使贼人狗鸡跳墙 他们要是将永乐大典一把火烧了 岂不误了大事 刘庸 一月已过 永乐大典在哪里 贼人在哪里 这唐宝梁又在哪里 这个 皇上 刘庸如此为唐宝梁开拓 怕是和唐宝梁有什么瓜葛吧 好你个刘庸 果然是贪赃妄罚 你胆敢收受贿赂 臣不敢 臣没有 你 你还说没有 难道 难道他长了四条腿跑了不成吗 看来你和唐宝梁是一路货色 来人哪 摘 摘掉他的顶带花铃叫大理寺查处 摘 皇上保重 皇上保重 想不到 想不到 这刘庸 竟是个贪官 干杯 干杯 晚安